香港人都要認清自己的處境 才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走的路 在選舉中,不能鬥反共鬥反中 很多行為都受到一定的影響 這是他的最主要目的 要變成立法會中愛國者治港 不能將愛國和民主對立 至於泛民可以選擇,當然可以選擇 你要與中央對著幹,就不能選擇 只是研究一下醫療制度如何改革房屋問題 如何令到更多人可以自治居所買得起物業 各有各的看法可以去談 每一頓都要燒基本化 要在議會中,要令中央難為,要中央出手 這對香港沒有好處 需要鬥紅嗎? 香港其實遠遠遠未到需要鬥紅 我身邊認識的人,建制派都不一定要紅 但我接受中國是共產黨執政 這是事實來的,不用鬥紅 當然有些是很不強的 走就走不掉,繼續想像以前一樣 現在不行了 以前,政府其實是放了他們一馬 他們要付出代價 在付出代價的情況下 不容易要普通人進行革命 要付出犧牲,不會的 大部份人在生活過得去的情況下 他不會停而走遣 之前是因為做這些事 被社會肯定,很多傳媒捧他做英雄 認為這是正義的事業 他們才會這樣做 形勢比人強 在這樣的形勢下 你強得起來 當你要選擇不強 你要解釋自己的行為 人對自己的行為 如果解釋不通 他會精神分裂 他一定會找一些故事 去說服自己 為何可以這樣做 過去基本上就不成功 成不成功 不是看他有沒有搞活動 是看他搞活動的成效 他應該研究為何不成功 哪些人去做這項工作 他對這項工作 是否充身擁護 他有沒有一個能力 去推動這些工作 這應該是先做人事上的調動 先要找一些立場堅定的人 在適當位置負責 另外亦都要打低反對派的風頭 滅他威風 才可以令到支持那些聲音 產生影響力 之前那些基本上是圖具形式 開玩樂 chasing人事 然後那些埃責 我們有夠把插責 我們要找到 再進進進進進… 拍攝 感谢观看